来看看新闻网 在丈夫去世五年之后 30号的晚上 徐朝青老人也去世了 享年87岁 爱情天梯成为了绝场 20世纪50年代 在距离重庆市200多公里外的 中山镇常乐村 一个20岁的农家少年 爱上了大他10岁的俏寡妇 但是在那样的时代 在一个如此封闭的小山村 一个年轻小伙 与一个大他10岁 并且拖着几个孩子的寡妇相爱 好比一个炸弹在村子里炸开 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很快 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 疯狂地涌向了他们 为了躲避世人的流言 刘国江和徐朝青 在一个夜里 携手私奔至深山老林 刚到山上的时候 他们没有地方落脚 山梁上面有一个岩洞 山泉顺着洞壁往山下流去 那里就成为了最初的家 50多年来 两位老人抚养大了7个儿女 孩子们长大了 纷纷到山外安了家 而两位老人则留在了山上 继续过着难耕与之的生活 我对你好不好 小伙子对你好不好 好 你搞不账了 大家都听到 当然搞账了 虽然徐朝青一辈子 也没下过几次山 但为了老伴出行安全 从上山那年起 刘国江就开始 在崎岖的山崖和千年古藤坚 一凿一凿地开造 他们的爱情天梯 凿过了半个世纪 凿出了6000多级爱情天梯 把自己也造成了一个白发老者 这段旷世绝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引起了全国的轰动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当地政府还特意 为山上拉出了电线 给老人也解决了低保 然而2007年12月 72岁的刘国江离开了人世 给徐朝青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2007年12月7号凌晨三点 72岁的刘国江像往常一样 在庄家地里忙活半天后回到家中 刚在床头坐下 就突然栽倒了 吓呆了的徐朝青 奋力把老伴扛上床 冒雨连夜冲下山 去找儿子刘明生 这是他上山半个世纪以来 第一次把老伴独自留在家里 自己一个人走着几千级的天梯 我先下来的时候 两天晚上下雨 他的坡上都摔了三斤 把背都 把背打得当时都很痛 痛好多钱了 当儿女赶到山上的时候 刘国江老人 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 两个人又都不嘛 几十年啊 何大何龙一丢开啊 我那个是坏事哦 何大何龙一丢进我 那个坏事哦 那个丢得开哦 你那个是什么 刘国江的突然去世 给已经年过八十的徐朝青老人 带来致命的打击 我请你母海家 上你我海 岁月 笑容 阶梯 构成了一幅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 这个真实而纯粹的爱情故事 让人感动 如今两位老人在天堂团圆了 而天梯的尽头 尽管缺少了相互扶持的身影 却永远留存着 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美好记忆 这是我来说的 那么多人 应该不想更好 所以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